娇羞的女孩忐忑不安 因为现在正在拍卖她的初夜 剧院里的达官贵人 纷纷注视着这个待宰的羔羊 歌剧中的男爵为了保持美妙的音色 从小被歌曲难跟 女孩今晚表现得好坏 直接影响到有钱人以演艳或竞价的高低 因被歌剧中的爱情而感动落泪的露西 她楚楚可怜的样子更是吸引了那些贵族 包厢外则排起长队 贵族们纷纷递近带有架码的纸条 家道中落的伯爵 因妻子带来的家族财产而重新富有 挥霍钱财花天酒地 妻子竟然也一起陪同帮着丈夫出嫁 妈妈提醒露西注意控制情绪 露西跟姐姐说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然而作为伦敦风月场 数一数二的行业领军人物的夏洛特 却安慰妹妹 18世纪的伦敦是男人的天堂 整个伦敦有很多这样的风月场所 妓女们常因为绯闻 醉酒或斗殴引起大众关注 有关妓女与社会民流之间的风流运势 常常被登上报纸 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甚至还出版了一本带有评分的名记指南手册 记录姑娘们的一举一动 不仅罗列了她们的容貌技巧 还有特殊的属性 比如身体胖嘟嘟 走路像鹦鹉等 每本售价高达2000令6便是 在当时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圣经 每册记录都有120至190个姑娘 方便客户从众多人选中 一眼挑选出自己喜欢的类型 女友们也以能上榜为骄傲 不管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客户回访 她们都会保持良好的售后态度 当时的英国每五个女人里面 就有一个女人成为妓女 低级的妓女站在街上就能搭揽生意 一次服务会得到12宪令 这相当于英国女工整整一周的工资 在约定成熟的男权社会里 女人做工的报酬远远低于男性 另外底层的女人没有丰厚的嫁妆 甚至找不到体面的丈夫 对于她们来说 婚姻就像做免费保姆 比起嫁给底层车夫男仆 同时自己还要从事体力劳动 过着穷困潦倒 随时被丈夫暴打 或随时饿死都无人问津的日子 做妓女也许是最轻量级的悲剧 所以很多女性选择这个行业 既是无奈也是自愿 在平民区经营着一家风月厂的老板 马格丽特 她在十岁时被妈妈因为一双鞋子 卖给了一个妓女 她做了很多年攒够一些钱后 才在平民区开启了这个厂子 她的姑娘们环飞艳寿 各具特色极具风尘 她的头牌就是她的两个女儿 指南手册上记载着大女儿夏洛特 有着傲人的胸部 她的奢侈会使任何人的财富 都付诸东流 极富野心的她眼中闪烁的自信 让任何一个没有勇气的男人 都会褪比三射 她的美貌和智慧 让她成为伦敦风乐场的顶流 自然也给老妈赚了不少银子 为了把小女儿培养得更加出色 环格丽特供养露西上学 还出钱让她学习弹奏钢琴 她对外宣称露西像圣保罗的白雪一样圣洁 男人愿意花巨资拥有她 然而环格丽特依然带走了女儿 她要像大女儿一样密封投标拍卖小女儿的出业 让露西红遍伦敦 环格丽特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多年 她从一无所有的丫头到一间风乐场的劳保 从被剥削的劳工到小微企业主 她破辣执着 独当一面 有着饥渴的逆袭决心 她不甘心生活在这平民窟里 她希望带着自己的姑娘们 不用再天天更醉汗 流氓 小偷们为伍 为此她必须进行产业升级搬离平民区 而把妓院开在富人居住的苏和区的莉迪亚 则混得风生水起 她的圈层阶级要比玛格丽特高很多 她唯一的儿子查尔斯帮她打理生意 莉迪亚的姑娘们走的是一锦华丽的名媛风路线 她们读莎士比亚 弹钢琴学跳舞 学习贵族的礼仪 她们说着流利的法语 有着上流社会的淑女风范 专门为富裕的贵族服务 莉迪亚的场子是贵族和王室经常光顾的地方 她掌握男人命根的同时 也掌握着巨额财富 莉迪亚的姑娘集体亮相于客人面前时 就像一幅精美的油画 让人一不开眼神 会所分工明确 莉迪亚做公关营销 姑娘们只要搭扮的花枝招展哄客人 开心就好 除了从交易额里分成 莉迪亚还会从姑娘们剩下的收入里 以吃穿住的名义扣除一部分 所以虽然姑娘们一直在工作 却始终处于欠债状态 她对姑娘们非常严格 这天她看到指南手册里对姑娘的评价 这个姑娘欠丽迪亚60英镑 虽然每次服务客户都会留下三英镑 然而除去各种费用后留下的钱所剩无几 还清债务的时间似乎遥遥无期 同时莉迪亚也是玛格丽特的老东家 那个曾被她用一双鞋买回来 后来背叛她自立门户生活的丫头 她生活在贫民窟可以忍受 但是要和她平起平坐走入上流社会 这是莉迪亚绝对不允许的 她立刻要断了这个闯入者的生路 莉迪亚找到女传教士弗洛伦斯牵头搞坏玛格丽特 她以上帝的名义控诉玛格丽特 警察围堵了她的家 玛格丽特让小女儿穿上男人衣服 乔装打扮从后面逃出去找姐姐帮忙 一切安顿好后 她和姑娘们则打开房门被警察盘查 然而警察却直接拿出逮捕令带走了他们 尽管他们再三解释 可警察却手段强硬 莉迪亚则在暗中注视着这一切 因为她就是那个始作俑者 最终玛格丽特被带上法庭 纯枪蛇战间姐妹俩终于赶到 他们为母亲考回公道 最终玛格丽特因经营商风败俗的继任 被处于一百英镑的罚款 回去路上母亲劝说大女儿签下卖身器 因为霍华德男爵是风情万种的夏洛特的脑残粉 她非常有钱对夏洛特情有独钟 她想支付一笔钱后长期拥有夏洛特 然而夏洛特却很是纠结 她为了自由一直不肯签下卖身器 玛格丽特很明白 嫁给底层便意味着一生的动荡 稳定的生存保障只存在于权贵阶层 而底层女性获得保障的机会 只有一个就是成为她的情妇 玛格丽特极力劝说女儿签了卖身器 可房租到期再加上一百英镑的罚款 玛格丽特不得不提前拍卖小女儿的初夜 消息很快在贵族圈传开 晚上达官显贵都纷纷到来 一个爵士胸有成竹 仿佛露西已经囊豁其中 当初就是她竟拍到了姐姐的初夜 今天对妹妹她也是在必得的样子 贵族男人纷纷暗自观察今天的主角露西 他们给玛格丽特标有价格的纸条 姐姐鼓励妹妹要做像自己一样 做一个假灭女王 最终拍卖最高者 竟然是姐姐一直不愿牵下卖身器的霍华德 她以别人两倍的价格拍下了妹妹的初夜 实际上她只是为了激怒夏洛特 夏洛特也确实非常生气 霍华德立马追了出来 可夏洛特却根本不搭理她 她说你妹妹一定会知道 我是多好的男人 你 may wait I'd rather be cutting quarters Songlet Songlet you faddle whore 玛格丽特把女儿亲手交给霍华德 I'm yours my lord 瑞美牵着她的手离开 玛格丽特追问大女儿 你为什么要把她赶走 你不该把她激怒 你该签下协议 夏洛特内心从来不肯真正的臣服权贵 她想要拥有自己的尊严 而不是成为贵族的玩物 然而以别人双倍价钱拍到路西出业的霍华德 却对她的表现非常不满意 她说露西是这辈子她见过最乏味的女人 她要去找露西妈妈要回来那些钱 露西却恳求她不要这样 若为交换 霍华德让露西在圈里疯传她强壮无比 是个狠人 露西同意了 可刚放回家里的姑娘也不省心 被姑娘们取笑指南手册上客人投诉 走路向鹦鹉的莱西来找丽迪亚 她决定跳槽 莱西拿出了指南手册对自己的介绍 原本丽迪亚并不打算留下姿色平平的莱西 然而她一听是玛格丽特的姑娘 顿时就来了兴趣 当时变更老板的方式 是由新老板帮她还清债务 丽迪亚愿意帮莱西还清五英镑的债务 她派儿子查尔斯来验货 体验她是否合格 查尔斯吹嘘从这里出去的姑娘都非常优秀 还有一个成为王室的情妇 莱西则决定在这个新场子大展拳脚 晚上莱西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光荣上岗 这里的客人果然和平民区不同 虽然倩兴老板的债务比之前还多 可服务客人的银子也比之前翻了翻 莱西非常满意自己的新冬家 夜里玛格丽特却无法入眠 她跟丈夫回忆起自己从前的艰难 对于马上要搬入富人区 和自己的老冬家利迪亚 要开始正式角逐的玛格丽特来说 她不知道前方会有更大的灾难等着她